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是性命能量解析以及换名服务 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 或者是觉得说是不是一直想换名字 然后不是很清楚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来找老师做一个检测 那在今天讲座开始之前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准备 就是现在在普渡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就如同在普渡这件事情一样 我们是不是其实对于很多那种民间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你逢年要安太岁 然后或者是说你需要在固定的年份 需要去做一个像是流年的命盘的演算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就7月15 大家就要固定要补度 或者是说天工生 大家都需要去拜提供 其实这一类的状态到后面的大家 很多时候在面对这些民俗活动 或者是说面对这一些我们传统的宗教 带给我们生活这些习惯 其实到后面其实蛮像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流传 或者是说大家都比较像 把它当做每年的例行工作一样去做 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除了十六就是要拜土地公 我也去拜土地公 别人说上完香要烧金子 我们就去烧金子这样子 但是其实到后面的大家 是不是都对于就是 这些传统的习惯是怎么来的 这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怎么开始的 反而就没有这么的去着重 或者是说不会这么的去想说 那是不是他到底要避讳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样子 那如同今天的主题也是在讲的这件事情 其实恐惧就像是我们因为觉得自己不了解 所以才去恐惧他 那讲到天命这个事情 很多人是不是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就是说 什么叫带天命 指的是不是说要我出家 或者是说指的是不是说要我就是说要去当鸡童 或者觉得就是说好像带天命就一定要像一些 像有没有就是你们遇过就比如他可能是个推拿老师 然后跟你说说因为我是带天命来做推拿老师的 本来我的本命格可能要去开一间公庙 后来我可能开不起来 后来我还是用服务大众用做推拿老师的身份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我的天命 或者是说我是不是用整果的方式来执行我的天命 那到底天命是这一些所谓的就是一定要替神明服务才叫做天命 还是天命就是一定要用牺牲自己去为大众的福利功德 或者说一定要为大众去去谋更多的一个思考 思考去完善 或者是说一定要去服务或度化大众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天命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变成 我很多人东听一点西听一点 然后有些人讲这些有人讲这些 变成就是说我们好像都觉得天命听起来 听起来怕怕有没有 就觉得说人家跟你说你住天命有没有 你就想说改死了改死了改死了 我想要去做冬季 我改死了改死了改死了 我是不是要去开一家公廟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宗教勒索了会不会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又会在所谓的报章杂志 或是各样的新闻上面 说着什么宗教 然后用了天命的方式可能宽骗啊 然后诈财啊 反而让我们觉得对天命这两个字 来得更加的觉得有所畏惧 或者是觉得就是我好像没办法 没办法听到这个时刻 我们就是第一个时间就是说 好这个好怕我当初没听到好了 我还是这还是先走为妙 或者是会觉得说 就觉得一笑 这个什么老师都这样啦 你跟人家算命来摸骨的啦 整天就说人家带天命啦 就可能我是100个带天命里面 里面99个我也带天命啦 可能只有一个没有吧 这样子就觉得要不就是用很轻轻薄的方式觉得 哎呦不要去听这个事情 要不就是很很害怕的方式去避开这个话题 或者去了解这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内容啊 那其实啊 县古老师我啊 在这个在以前啊 带人家那个做神波讯息解读 去宫廟庙里做一个讯息的一个提问 以及去去为大家去解读 那个问碑啊 问思考的这个 或者是问那个事情怎么解啊 杜冤青在读的时候啊 然后还有像现在开了情侣店之后 带了不少人去问就是 是不是有天命啊 天命内容是什么啊 那是不是要接啊 接了能干嘛 我在发现说其实好多人哦 对于带天命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害怕的呢 就是这样听到会怕死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 真的是走到买死 然后或者是 真的是很怕人家说什么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有没有 听起来就好像是说 我好像那个什么 我不去做怎么样 好像会被神明惩罚 会不会卡到啊 我会不会中邪啊 会不会就是哪一天 我就突然起机啊 其实哦 天命这件事情哦 不完全是大家所想的这个模样 它其实 也有一些状况哦 对大家来讲 它是更加的像是 让你找回你的一种生命目的 灵魂使命 人生客体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让你可以真正的 了解哦 什么叫做自己灵魂 或者是转世为人的 这个今生的天步的一种感觉 那今天就来进 题 我们今晚就来聊聊 什么是天命 好 那大家看到我们PTT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什么是天命 大家好 我是谢言古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阿古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民间常见的天命解释 以及我遇到的这天命 有哪一些差异 其实天命最开始 在儒家的思想跟阴阳家的 哲学概念里面 在讲是所谓上天的使命 能接天命者 则为帝王 如果天命不允 则这个朝廷会 允落或是覆灭 这其实在古代 天命这两个字在讲的就是 如果帝王 他在讲的是说 他的衰败跟衰亡的 那个朝廷的一个更替 但有天命的这个王朝呢 帝王就会坐上 他该坐的位置 这一个国家呢 就会很多的那个兴隆啊 或者是说会觉得百姓民安啊 或者是会觉得民旨 民旨是很好的这种感觉 但是只要说 这个帝王 他可能有做一些 不符合道德的事 比如说不够仁德 不够有意义 然后或者是说 在对于就是统领那个 统领那个人民啊 或者统领国家的时候 有一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或者是思想时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传接这一个 朝代的那个后代 没有这么的纯正思想时 那他们就会 天命就会被拿掉 天命被拿掉后呢 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进入衰败啊 衰亡啊 国家开始那个兴旺的程度 就会降低啊 然后开始就会有其他的国家 或是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边果就来攻打你的国家 这就是在讲的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有天命的人 他就会去走上这个帝王 或者走上这个朝代 这在古代 天命在讲上天职的使命 在讲的是 他的统预众人治理国家 或者是以一朝 一朝之君的一个状态 在讲的是天命 那第二种啊 民间常见的天命解释 就像是接替神明指引 然后为民间办事的 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天命就讲的是说 可能他是有一些 有机身体质啊 然后有一些道场体质的啊 有当老师的体质的啊 那可能会希望就是 就是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起灵的 比如说去到庙宇啦 然后就会遇到神明 可能会灵动 可能会灵动啊 会起机啊 或者是说 他可能从小到大 就是可能病痛不断 然后一直有各种的病 然后争不断 然后就是一直要靠 靠那个要去拜佛拜庙啊 然后去给神明当干儿子啊 或者是说可能要一直去 去那个庙宇里面做义工啊 他这个病哦 或者这个状况 才慢慢的减缓了状态 也有像这样子的 那其实我个人哦 在听到这个接替神明 民间办事的一个经验 因为其实虽然我说民间 大家好像都对于就是 接天命好像都是在讲的是 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啊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一个流程 那像其实我个人哦 也算是在这个接替神明讯息 为民间或者是为人们就是厘清啊 或是寻找讯息的一个内容 或是帮大家厘清 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状态 阻塞了 运势阻塞了 应该怎么去处理的一个状态啊 那其实接替神明 除了指引的这种天命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一种 可能会灵动啊 或者是听到神明讲话 或是从小就容易被卡到 然后或者是那种病痛 病痛那个苦断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以外哦 那其实哦 还有一个状态就是 通常啊 在这种类型的天命的人哦 我个人在经验上面 因为我也算是这种 这种经验上有遇过的 他其实都会在 都会在他需要承接 天命的那一年 会出现很多状态 我不知道今天 在听讲座的这些同学们哦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态 就是他会在某一年中 那一年可能是他一定要 进展到自己人生的 下一个阶段的那一年 好 就是这样子一种 神明的这种天命呢 还有个状况 你会在那一年遇到 非常多的宗教 同时间哦 在那一年早上你 就是因为我这个故事 我听了大概有三到四个人 就是有在做这样 灵性服务的人哦 发现他们都有这样 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 像我曾经遇过的话 就是我在 我在觉醒人救助 觉醒之前的那一整年哦 我其实就在那一年 本来其实年底的时候 我要历经我人生课题 因为那刚好是我逢久的那一年 逢久的那一年的时候 真的是 我只能说我觉得很玄妙啦 因为我那一整年就是 我以前是在那个 经营餐饮的咖啡厅 那这个借场地的人哦 因为本来就白白种 大家知道吗 就是借场地啊 要来做一个聚会的 或是来开讲座的人 白白种 然后我就那一年就遇到那个 年初就遇到了那个基督教 刚好来到我们那个店里面 办了一个聚会 然后呢 他是说他们会大家分享 跟神相遇的那个时刻 以及跟神如何连结的那个时刻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老师啊 就挑了我们店里面一个人 送了一段那个主要送主要送给你的一段话 然后围堵他看了一眼就只挑中我 然后就就跟我讲说 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去他们教会 然后好好的认识一下主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同年哦 第二组的是那个 第二组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呢 就那个时候来跟我们谈场地合作的时候 然后结果那个老师啊 就是在教大家用那个 用蜡笔画 去画那个风景 可是后来他们所有的人画的那个 画的那个风景哦 全部都是都画的比较像是雪山啊 或者是高原啊 或者是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画 后来后来那个画 蜡笔的老师才跟我说 其实他是有在修那个命中的 然后他也一直 他常常都会每次只要来上课 就会来跟我聊天 一直跟我讲说啊 就是什么原本啊 以及就是要怎么成长啊 什么叫领悟跟开悟啊 就会一直跟我说 其实那年我真的是遇到很多 然后还有如果说讲再多的话 还有遇到 他有一贯道的那个 一贯道的老师来我们店里吃饭 然后跟我讲说的时候到了 可能开开吃素了 然后又有遇到那个道教老师来我们 来我们店里面 然后或者是或者是加入我们的那个脸书的时候 就跟我们那个视讯说 你们那个老板哦 很有福远哦 找机会叫他去找那个皇母娘娘 然后做一个启麟的动作这样子 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还有蛮多的 我记得连那个紫衣神教那个时候也出现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我记得比较特别的 如果讲比较特别的话 好像是还有一个是他们会在那个山上 然后一起给师姐带着做启麟的启麟 然后会带大家一起通神啊 然后开那个三眼通的一个一个派别 就也在那一年遇到我 然后我就想说那一年就是一整年都遇到 就是会固定有一整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第二个 接地神明指引为民间办事的类型 我就觉得蛮有机会就会像这样子的方式 遇到这些原本 其实是各种的原本跟宗教的原本都会找上他 想跟他就是可能一个连结 或者是跟他有机会去 有机会去那个让他走上灵性 或者是让他可能更深的去探讨自己的那一个部分 或者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所使命的那一个部分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跟神明或是跟佛会有缘 其实这个很多是很多时候 他可能在 也许在灵魂他转世的生命之中 他可能有一些人说什么天上来的 有些人转世的过程 或者有些人是要修自己的 那可能在他去学习跟修的这个道路上面 或者是说可能在要去接触灵性的这个道路上面 他就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跟他某一个固定的指引的 比如神明或是固定的佛祖 他是一定有跟他们有所缘分 是要用他们的方式来修 这不代表说 不代表说你只能选一条道路 不代表说你们只能选择某一个方向 或者说我一定要被什么宗教给捆绑 但是他可能会是比起你来讲的话 是灵魂选择了一个更适合你的一个缘分 来做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所以第二种其实还蛮多遇到这样子的 就是会需要去开一个谈 需要帮人家办事 或是需要去考证照成为机身证照的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第三种 民间常见的天明解释第三种 就是将生活不与灵性工作或是研究探索 这个就像刚刚我在开场前所说的 就是像是他可能原本是一个整股老师 整股老师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开茶楼的老 开茶楼的那个老板 然后可是呢他就是像我就遇过在南投 他是开着茶楼的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着天明 所以呢他在每一个每次客人呢 就会他有个小牌子 就是来喝茶来吃小点心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再加价多少 可以去问事啊的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跟那时候跟我说 他也是那个时候接到了天明 就说他如果没有去 没有去在生活中结合灵性研究啊 或者是继续跟这个天赋啊 去连结的话 他可能就之前一直身体很不好 一直有一些病痛这样子 自从他开始帮人家看命盘啊 开始帮人家检验盘的时候 他才开始就是这个症状开始慢慢的缓解 然后还有就是遇过 就像是我刚刚讲的整股老师 他可能也是除了在当整股老师的过程之外 他也在自己供奉的组成上面 就是他会适时的要给那个客户啊 一些灵性方面的提点啊 到他要去哪边拜拜上香啊 如果身体有过的量时 要怎么清理啊 或者是说可能在自己制作干露水 然后送给这一些来刚好整部的那个客人 那其实这就是第三种 就是比如说在将生活在布与灵性工作或研究探索 他蛮多就是变成说 他是需要在他原本的工作上 需要再拥有一个灵性天赋 或是将他的灵性的天赋 跟他的工作做结合的 这也是蛮常见的 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一些做文秀的啊 他有开运煤啊 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 可能像我最近还有遇到 就是他们家做甜品的 可是他们有做浴石啊 跟那个什么勘语 我们勘语在讲的就是说那个坟地啊 勘语或者是说风水的一个状态 就会像第三种 将生活布与灵性工作或研究探索的状况 那老师我在个人哦 遇到就是在神佛训习解读 然后以及在我们自己情云店 问到要带甜蜜或是要接甜蜜的人 就分成其他的三类 这边就还有一个 就可能灵魂使命要成就自己的人生 是有志向或理想 他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 他人生的志向跟理想在哪边 然后藉由接甜蜜 或者是去试着把揮问甜蜜的内容 然后去找到这个志向跟理想 第二个 也会有一种要藉由灵性 找回生命热情 其实我很 我很常觉得这个类型的人 比较像是说 他原本在生命热情 这就很像他的命 他的命或者是生命的那种能量 就很像比如说一团火 然后这个火 是不是他一直没有去 他一直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像什么 比如说做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就是一直交到 那个不设计的另一半 然后父母跟我说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然后或者是生活上 大家怎么建议 我就怎么去执行 那久而久之 他就会对这个生命热情 慢慢的减少 然后减少之后 后来他可能就需要去用 藉由灵性找到天赋的方式 找回天命的方式 来让他承接这个生命的热情 或者是让他拥有下一个目标 来把这个命述 或者是说这一个原本 已经觉得那种 没有热情的灵魂能量 再延续下去 像帮他再推一把 再加个火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还有一种的 第三种就是 可能要找回自己 要修行的课题去完整它 第三种的天命 我在遇到的过程 就是我们就 像刚刚我讲的这三种 就有什么 就是第一个是要 第一个修成就 第二个修人生的历程 下一个历程 第三个就是修自己 修自己 修历程或是修成就 就这是我蛮常在 我处理的个案中 所遇到的一些经验 以及就遇到的一些 蛮特别的天命内容的 这就跟所谓的那种 大家比较普遍认知的 或者是普遍会常遇到的 所谓的带天命 可能又会有所不同 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 藉由这样子的分享 让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天命没有 你想那么可怕 它其实是跟你 原本解心动力有关系 而且它也跟你 到底要怎么样成为 你的模样 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 我遇到的这些 接天命的类型 有哪一些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遇到的那些 他们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怎么去接的 好 来看到 第一个 将生活不与灵性工作 或研究探索的 如同刚刚所说的 我说 茶楼的老板 会帮人家看命 然后或者是说 我也遇见一间 他也是卖糕点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就是有附有 用水晶球 帮人家看情势 然后他就说 他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天命 然后他的状态 就比较像是说 比较像是说 他没有去做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有遗憾 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 他可能跟有一些病痛 产生导致他需要去完成自己 这一个在灵性的使命上面 有关系 好 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 他其实那个状况 就是要借由探索自己 去发展出灵魂天部 最终的目的是 要找到自己灵魂的模样 然后案例就像是 需要借由灵性服务 去看见更多的自己 这边我就分享 我一个学生 他的天命的内容 其实是他原本 原本他就是一个跳舞的老师 他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教人家跳舞这样子 然后他跳舞的老师的话 他就从 他就从学生时期一直到 到现在 他是拥有一个自己的舞团 然后自己的一个教室 然后还有自己的表演的秀 甚至都会还在各大平台 去卖票 售票这样子 但是他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他就一直觉得自己 除了这一个原本的工作天赋以外 他就一直有一种感觉 他好像要去探索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他说 他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 其实舞蹈 跟内在的这一些感觉 身体的零肉合一 或者是说 对于就是舞蹈里面 所带的知性 悟性 智慧 他说他其实 就一直觉得只要是接触到 这一个舞蹈圈的类型的 其实很难不跟 不跟灵性去做一个结合 那在后来再探索 探索到后来之后 他就 他后来有来学过了脉轮 然后也有来我们 我们觉醒人救所 做灵魂觉醒的一个课程 然后他就一直往下探索下去 最开始他直觉了说 是不是我需要去认识 自己灵魂的模样 而是不是我其实还有一个灵性的天赋 然后到了那个 到了最近 他就发现 他一直 一直觉得 即便他拥有了服务 然后他也拥有了 遇见灵魂对话的能力 但是他还是觉得 好像他还有下一步 要继续探索 这个下一步到底是什么 他就一直很困惑 他只能说 我觉得我有下一步 我内心跟我说 我还有下一个阶段 我知道你跟我说 我还有下一个进程 还需要去进行 这样子 然后直到来了晴云店之后 他就问说 我刚刚在跟女王年男 他就跟我讲说 说我带天命 然后后来 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整个 是完全不想帮 他说 那你后来怎么问 他就说 我就把那个杯放回去 我就说你怎么放回去了 他就说 我想说天哪 会不会问一问要我出家 我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有人叫我出家过了 我才不要 我不要出家 这样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问问看嘛 那怎么可能你来这边保个杯都叫你出家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你来我们这边 然后叫人家 就是开始剃头发 我说这个一定会传出去 人家觉得我们就是自理法厅还是一间公庙 搞错的地方有没有 后来我就带他去问了 那个神明的问说 请问一下 就是可否告知我这个天命的内容 跟执行的方向 其实跟大家讲 有时候神明会不愿意说 这就比较 有时候神明们他们的意志 比较没那么好 完全知道 因为这可能跟很多原因有关系的 他可能会说 你要肯接我才跟你讲 然后或者会有一种 你接了再说 你不接 你有什么好问的 然后可能有时候神明会这样子 那像这一位学生 他就很特别的是 他就有问到可以跟他讲 然后可以跟他讲的时候 因为他有学了脉轮的疗愈 以及学了就是 学了他原本的工作就是跳舞 那后来他在天命的过程 我们就开始问说 他的内容是什么 他本来就觉得说 问了不就是要接 我就说不然你就先问 我可不可以先问 然后后来给一个圣杯 就可以问嘛 那问的内容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确认下去 因为用神波讯息解读的方式 去确认 就说要与舞蹈结合 然后慢慢的要将舞蹈圈的 这个风格类型 要做一个转换 然后或者是说 你要寻找一个新的团队 去把这个舞蹈跟 跟这个脉轮的那个疗愈 或者是如何借由舞蹈 去达成那个 那个生根新的合一 去享受这一个过程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就一路一直圣杯 好像划了快12个左右圣杯吧 就里面有很多细节 就说他首先呢 他需要把脉轮的服务 做到一定的安数呢 然后他还要接下来开始研发 他属于自己的脉轮舞蹈 然后属于自己的脉轮舞蹈之后 他要将脉轮舞蹈写成一门课 其实呢 他要教会他的那个团员 去去去教大家 用脉轮的舞蹈 去让自己感受到 自己跟自己的肌肤 自己的内脏 自己的每一个神经 每一个经络 每一个骨骼 如何感受自己真正的 内在的一个能量的感觉 然后后来 他就问着问着 他就发现我说那还有吗 就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完成 他说三年内完成就好 就是其实是要他转职 那我说有没有叫他 一定要不能做这个工作 就是说没有 可是需要他慢慢转职 去承接过去 听完之后他就觉得 好像没有他想的这么恐怖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绝对没有那么恐怖的时候 这个没有这么恐怖的时候 他就说好吧 那如果这真的是我的下一步的话 我就去做做看吧 我就来接下来 所以这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需要用灵性服务 去看见更多自己 其实最近他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他就发现 其实他很多时候 没有真的停下来 去理解自己身体 肌肤 然后或者是说 其实生活有一些错误的知识 或者是说 一直没有去好好调养的一些状况 然后他说他现在就要研究 他接完天命后 回去研究这五道的过程之中 他其实也就会跟我分享 他说有一些动作 然后他说会带起一些 筋络的一个热能 跟那个脉轮能量的转动 他说他可能会感受到 自己在某一个脉轮上面的能量 特别的有温度 或者特别的有感觉 然后他也会 他也会听到一种声音 觉得就是说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你一直没有照顾好 你的哪一个部分的内障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现 其实他很多时候没有好好去爱惜 或者是好好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然后从最开始 他本来只是因为神明跟他讲说 他需要去研发测误道 到后来他开始觉得 他可以帮助到自己 可以协助到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天赋 去让自己既有运动 既有武道 去找到那种 自己没有注意到的 这些健康问题 那他也开始有更多的热情 觉得就是说 那他可以去研发下去 不知道这个 这个武道可以进进到什么程度 可以学到什么程度 可以开发到什么状态 或者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去教其他人 然后就开始很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刚刚讲的 最终目的是 为了找回自己人生的模样 像这样子类型的天命 他就属于自己 先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自己 他才有办法去相信 原来他的生命如此的美好 他可以去展现一个 更好的姿态 更好的姿态 或者是说 他可以将他的这些学习 有更加零零尽致的运用 或者是用更完善的方式 去分享给他生命中这些人 他不再只是因为 为了舞蹈而舞蹈 不再是为了表演而练习 不再是说为了就是 要让自己的收入稳定 而去教学生 他知道这些是他的过程 而他的下一步是 研发出属于自己的舞蹈 这舞蹈让他可以认识到 他如何跟自己身体共处 那他也可以去教会别人 与自己的身体 真正的去共舞 去共处 认识自己原来 有哪一些部分 没有想象中这么的 为自己疼惜 这个就是在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觉得 在将生活赋予灵性工作 研究探索中 所遇到的一位学生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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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用灵魂使命 要成就自己的人生 需要找回志向跟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像他那个时候 就我分享这案例 他感受到 没有生命热情跟工作的方向 只有领天命 去找回生命热情的方向与方法 之后他全职投入灵性工作 成为灵性导师 这边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一个徒弟 他也是在跟我讲的是说 他那个时候最开始 他如何接触到 接触灵魂 接触觉醒 或者是找回 这一个目标 或者是感受 他说那个时候 他其实 有花了好多的时间 他可能从工作的交替去更换 或者是说 他一直觉得自己在 同一个产业之中 他认为自己要去开发这个产业 或者是说自己 要去在这个产业里面生存 或者是换到更好的薪资 或者往上爬中管 他觉得都不是问题 然而都不是问题 那他为何只要做到一定的时间点 他就觉得 我好像 我好像觉得 这好没意义 这甚至 甚至有些时候 可能他不会到时候会想轻生 但是他已经找不到 这个意义跟热情的状态 下他甚至认为 活着其实蛮无聊的 是不是可以早点登出 他都可以跟我讲说 还是我可不可以早点登出 这个所谓人生的游戏 我可不可以 如果说真的哪一天 生命令成到的话 我如果什么都圆满了 该做我都做 该学我都学了 该运我都遇了 我该去成就 我也都成就的话 那是不是我就等着 那个 我就等着命运安排 我看有没有一个 一个顺利登出的机会 然后还好让他可以 好好登出这个 叫做人生的这个游戏的感觉 后来他也是经过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再来就是去理解 就是原来他有一些 原来他有一些生命进程 是需要去往下学习的 然后这过程 他也就像是说 用明信的方式 他去探索 他就是觉得物理状态的事情 他都可以去 批判或理解的 可是另外一个成绩 他就开始讨论 从往外去学习 再转换到 往内去探索 然后往内探索 探索他也是探索到后面 了解灵魂啊 可能有着灵魂家族 可能要找回 自己家族中的这些使命 可能要跟这些 可能要跟着那个 伙伴们做一个 比较大的计划 这种感觉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 也是觉得蛮特别的 我们都会称 这样的话题叫做 她是一个 非常逻辑的女孩 我只能说非常逻辑 她的星盘是全风向 她对于什么事情都是 她对于什么事情 就是非常有条理 非常有学习计划 也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事 不该做点什么事 然后也对于就是 有没有就是科学的那个 有没有科学去验证或是 有没有被理论支持的这个道理 她会比较有一些 需要被建构 那如此一个理性 或是如此一个不信邪的女孩 那她就再去那个 带着她去做神佛讯息解读的过程中 她原本就是来上 神佛讯息解读课 然后去跟神明们 就是我教她问碑 联神 问讯息 然后沟通 那在这过程中 里面就问到了一题 就说神明说我有天命 然后这个天命可能就 天命可能内容是希望她去 她要有个内容的话 是说要去度化 愚痴众生 然后她那个时候 她就说天哪 怎么办老师 神明跟我说 我要领天命呢 然后我说那好好 你问天命你问什么 她就说 我都说可是你不是很逻辑吗 还是你不会想问 我是可以听听看的 然后她就去问了 然后问了之后她就说 她要来 藉由灵性度化于痴众生 她就说天哪 这个答案 我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你问一下神明 神明就笑杯 就说 还有就是后面 你要慢慢探索下去 探索下去 我就说这个答案 探索下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个答案会不会对你来讲 有一点点太虚无缥缈 会不会对你来讲 有一点点就是怪力乱神 就是度化于痴众生 什么意思 会不会哪一天 你就是接着接着 她都要你拿了一个波 然后到路上去圆球 然后跟所有的路上的人讲说 你愚痴 你要醒过来 会不会生命进展 后来走到这个程度 然后我就说 你会不会担心 她就说好吧 我说什么是好吧 要接就接了 要接就接了 你就决定要接了 她说嗯 我可以接啊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那你的动力是什么 她就说反正我就觉得 我人生什么都差不多了 我吃不饱饿不死 又有存钱 也可以买了几东西 然后反正工作我也觉得没什么 然后工作跟其他人 我就觉得跟一堆笨蛋工作 那我觉得还不如 就看看走天秘 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给我好了 然后她就去接下了 她就在那个 在那个当天 那个时候是在台北的凤天宫 她就三跪九寇 然后接下了天秘 接下天秘之后呢 就讯息开始来了 我就说哎呦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学习 用什么方式度别人 你可以学哪些技能来度别人 然后接着呢 她还就说你可能 你可能这几个月的工作 慢慢要离职 离职完之后你要搬家 搬家之后你要搬来台北 搬来台北之后 你就可以先住在其他地方 然后之后开始全职的投入 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 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说 这个对于他来讲 会不会这个志向跟理想 会不会对他来讲太強了 如果还跟他讲说 你要成为亿万富翁 就是成为一间游戏公司的老板 他说不定还会觉得就是 我可以试试看 结果是叫他成为一个灵性老师 然后全职投入 然后他还说我是绝对可以做 但是我没有要成为仙姑 他还特地跟我讲 老师 我跟他讲 接着天命不代表我要当仙姑 我是绝对不想被叫做仙姑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接着天命去 来跟我一起工作 这个老师 他现在之后 我就很常我就会还是问过他 我就说 对于天命 接天命这件事情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过 其实他也是给我答案会是说 我没办法知道说 我是不是选的 是不是我要 但是我只能知道说 我在做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很多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说看到人们不同的面向 或者是看到我还有新的那个事情 我可以持续研究下去 但我不知道终点是不是真的为了成就我 或者是让我找到我的志向或理想 但我至少在现在此时此刻的生命中 我觉得我因为有其他探索的面向 可以往下探索的时候 我觉得至少 这应该会比原本的那个 在工作职场上面很顺利 但是也不知道热情在哪个中央来得更好 这就是他的一个故事 当然他也还在这个路途上面 不过的确他也算是找回了某一个层级的一个生命热情 当然他有时候还是会回到那个 他回到他那个原本的那种心态的时候 他还是会一直思考 就是说 唉 想一想哦 我以前真的觉得没热情 就是因为我跟太多愚痴众生上班了 我跟太多愚痴众生上班了 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愚痴众生 让我觉得我生命没有热情的一个感觉哦 这就是我分享的第二个案例 要用灵魂使命 然后你天命的方式去找到生命的热情 跟找到他那个拥有热情的一个方法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下一位的话 就是藉由灵性找回生命热情的这个类型哦 这个类型其实也不少哦 那我就要来分享的这一个 这一个案例也是我的一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哦 这个学生其实当时候最开始 他为什么会来领天命的过程哦 其实最开始是因为 那个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比较像是说 要长期去照养的一个病痛的状态 他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堪养他 就像是比较像救急 然后容易复发 或者是说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疗养啊 去治疗他的这一个 在这个这个影集的这样的状况 然后但是呢 其实这过程中哦 他都他都还算是蛮乐观的 也觉得只要积极面对跟处理 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直到哦 我记得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他就来跟我说啊 哎老师 我想找你做一个晕在煮的占卜 我说哎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突然不是好好的吗 然后他就开始大笑跟我说 哦 我最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我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想说 哦我想去海边走走 然后我就说那也很好啊 看海不是很好吗 他就说可是我都会想着想着想要走下去耶 我就说什么都想着想着要走下去 他就说哦 我就我跟你讲哦 老师我就我就一直想去海边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要把鞋子脱掉 然后衣服脱掉 然后我想要往海里面走 我说你有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吗 他说有啊 我跟我同事讲啊 我同事就说你还没事吧 然后人大半夜要跑去海边 你是要去跳海啊 后来他就说 可是我很有回应耶 好像真的就要去跳海 然后我就说 好那我觉得这蛮严重的哦 就是开始有亲身念头 或者是觉得没有东西 然后我就在这个占卜过程中 我就一直问他 我就说你最近 我就因为他跟我强颜欢笑很开心这样 我就说你是真的最近生活好吗 还是你其实真的觉得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 他都说讲真的 他真的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 他就觉得就是 他真的觉得就是他以前哦 去买喜欢吃的东西好像会很开心 他觉得你买了也没用了 花勤也没感觉 然后然后谈感情也没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 他觉得就是每天上班 然后就是看电影啊 打电动啊 喝酒啊 或者是说可能跑夜店 或者是他尝试去 去做一些那个运动啊 他也觉得就是完全没办法觉得自己 做什么是还要的 这个是比刚刚的重要还要更糟 他是热情全市 他说他已经行尸走肉 的过日子快要两个月左右了 他真的是之前就以前时候快两个月 他就从十 我记得不止两个月 他从十二月开始 那应该有三个多月都是 行尸走肉的一个状态 他觉得每天就是醒来就工作 工作完就是在家发呆 然后再等 然后睡觉 然后等着明天工作这样子 那后来张博的过程才发现说 其实他就是我刚刚在前面形容的 对于这种生命的火花其实走到了一个 没办法去完善 或者是一个没办法再重燃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的那个内在 他其实是他倾听到自己的内在了 内在觉得就是看你要用什么舒服的方式去结束 他说 他说真的那一个月就很夸张 就是可能是可能是要要跳楼啊 或者是说可能要用比较方的骑士啊 去海边啊 或者是骑车去山上啊 各种的idea他都有 然后呢我就说 看断起来 我说你有没有卡到东西 没有 你有没有被干扰 也没有 你被神卡到吗 也没有 你被魔形那卡到吗 也没有 我就说那你被什么卡到 被自己灵魂给卡到 灵魂觉得反正你也觉得没有热情 我也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 不是我想要你成我的样子 那不然我们就差不多是时候登出了 然后这个状态之后 我就我们厘清整个牌面的时候 在跟他做一个解析的时候 最后我就跟他讲 你可能要跟灵魂取下一个承诺 你愿意再试着找回热情 或是愿意再试着活下去试试看 那这活下去试试看呢 他那个时候就答应灵魂 然后我就叫他起一个为自己的事 我就说我只问你 你想吗 如果你不想我今天我们这样 我就跟你讲光把就好了 你也不一定要做 你就顺其自然吧 我说你有想吗 那他那时候居然给我一个很疯狂的回答 他说 我是头脑想说我想活下去 可是内心觉得没有回应 觉得没什么好活的 后来呢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想我们才继续接下来的那个讯息 后来他就用一个启示的方式 跟讲说 好我今天答应我的灵魂 我愿意重新找回热情 我去寻找我接下来的人生 可以做什么的一个状态 我愿意为自己就是再走下去试一次 那这个时候到后来 后来就开始去寻找一些属于他的灵性服务 或者是属于他的一个课程去学习 然后他就来到了那个我们的殿堂 然后他那个时候又来了 就是他觉得他都学完了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 他觉得自己的那个热情所在的一个状态 他说会有 但是他说你学会灵性服务 学会跟他人沟通的过程之中 他的确觉得自己好像对于就是 对于生命或是对于探索 他整个开始有了一些感觉 可是他说要坚持下去 要一直去做吗 要一直去服务吗 一直去学习吗 他觉得这反而压力又当他达到另外一个状态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那个时候占卜我就有跟你讲 这可能后面需要衔接天命的方式 来让你把这一个灵魂热情给找回来 那后来他来了之后呢 就直接跟我们家女王娘娘问说 我是不是需要去把这个天命领回来 我才有办法有这个能量去承接做服务 有这个能量去承接我接下来的生命 有这个能量 就是他要做一个状态 我们举个例子 他在灵魂做着的样子是 你要活出你灵魂的样子 灵魂感受到了热情 那灵魂就会开始制造的 制造那个生命的一个能量 让你愿意有一个力气 持续跑下去的感觉 那他就是要去找到这一个 跟灵魂可以承诺拿回能量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那个时候 他一开始听到就想说 我知道你当初是有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我现在就已经觉得说 我学习课程压力就很大了 然后我现在还要再往下去去做那个 接铁魂 我现在不是更大吗 我就也是说 那不然我带你先问嘛 你不要担心嘛 对不对 然后问着问着 他本来是还有点生气 他说 我觉得我已经做服务了 我觉得我都已经活下来了 然后呢 你们故意给我热情走一点点 然后让我就是做完一次 然后就一次就没了 然后又要跟我讲说 我要接更多 那我觉得这样给我压力太大了 我这样没办法为自己好好活着 我不如还是去想办法结束吧 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 在这个状况里面呢 就发现说 他 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 就是要去接下这个天命 然后内容的话 我就带他去询问 询问的过程呢 就发现他的 他的那个 天命很简单 我是说 我说是什么 他说他的天命就叫 他说你很想叫我分享 我说分享什么 他就说 他说是做我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来找回 找回这个热情 我说他是分享什么 他说 我想分享的事情就是 我这一阵子 其实 已经从过往到现在 我如何在自己的那个 我如果在生命过程中 每一次遇到的都是生病的灰暗 或者是说 可能需要去 需要去长期看护自己的救急的状态里面 他如何面对生命中 持续的去挑战 或是持续遇到什么样的闲话 来跟他讲他怎么去继续下去的 然后我就说 哦 那我们问杯是不是 啪 就一个圣杯 然后后来呢 就再问说 那是不是用影片的方式分享 啪 又一个圣杯 然后是不是他每两个礼拜出一集就好了 啪 又是一个圣杯 他说 哦 所以我的生命进程的热情天命就是当一个YouTuber 然后我就说 诶 是不是也是Podcast也有可能 你要不要都试试看 然后后来就问说 那Podcast可以吗 也是一个圣杯 然后我就带他去领了 他就开开心的领完这个天命回来 我就想说 哦 天哪 怎么会一个周末跑上来拜个拜 然后就领了一个天命回家 然后回去之后还开始 他之前真的跟我讲话是很消极 然后回去开始 他就真的是每个礼拜都跟我讲说 他要录什么 然后很开心 然后录完之后就跟我分享 他说他因为领到天命 知道自己要做这个Podcast跟YouTuber 哦 他还开心到睡不着 他就两三天睡不着 一直跟我说 我有什么idea 我有什么想法 我要怎么拍 我要讲什么 我这一次要讲蜡烛 还是这一次我要讲我的过程 天哪 我真的是太多想法想要拍了 他说我已经用手机把它录好了 我还想说我要把它打成文字 然后再把它录成影片 他就这样子两三天就说 整个礼拜都很嗨 就有一种被打了兴奋剂的一个感觉 这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这真的跟他刚来的当天 那个气色差非常的多 他甚至还说比较特别一点的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 但是真实发生 当事人真的这样跟我讲 他说甚至在那个领天命之前 因为他原本觉得 觉得自己的胃不太舒服 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胃上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状况在产生 他可能就可能就觉得就是一直不敢去吃东西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他就来找那个天命的那一天 他就说他突然觉得胃口打开 然后把我们的饼干啊 然后还有饮料啊什么都 就一直开来吃一开来吃 然后还吃了一份 整份的那个小火锅晚餐 然后我就说 你看来蛮好胃口的 你不是说你最近吃不下吗 他就说 其实讲真的 我是来 我是刚刚那个接碗之后 突然觉得我好饿哦 我就想说 我要活下去 我不能让自己饿肚子吧 然后他就觉得 他就吃了下东西了 这种感觉哦 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 没有当初他想的那么恐怖 这全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预设立场的恐怖 你知道吗 好 这就是第三个 我觉得自由灵性找回生命热情的一个例子哦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 最后一个案例要讲的是哦 要找回自己要修行的课题 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方式 这个学员比较特别哦 他的状态其实是说 他有很多自己的生命课题 需要去理解去过关 那因为在各种的过程之中 其实我也带他很多的时候去觉察 去了解 他可能用念经的方式开悟 用觉察的方式开悟 用看书的方式开悟 或上课的方式开悟 他都知道 也都能理解 但是唯独什么 他就是做不到 他没办法付诸行为 那这个付诸行为对他来讲 可能压力很大 或者是说他无法去真的 厘清自己恐惧的会是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在 就是突然出现的讲说 我其实我觉得我蛮需要去 上个相会之类的 他觉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就是最近在忙什么 也没有特别在忙 但是总觉得好像哪边就是缺少了 但是而且他面对自己过往这些课题时 他觉得他只能认知跟看清 那很常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 你就到自己有一天做得到的时候 再去做就好 可是他说他觉得 自己好像真的没办法做到 或自己真的没办法 就是看透这个事情的本质的模样 然后后来呢 他来问的悲的时候 然后一样神明的指示 这个事情可能用要天命来去做一个解 我就说 可是你这个解法 你这个解法的状态 这种讯息 真的很像是从小时候 就一直被神明说有天命那种状态 然后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破课题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 他小时候还真的因为有被讲太天命 然后被抓去盖林 我说被抓去盖林 然后说你总常没跟我讲过 他就说有啊 我真的有啊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要盖林的时候 他们还要我就是在一个小房间 然后拿我的衣服 指甲 头发跟那个水 然后他说把我 就把我关在小房间 关一整天 然后就是 那个时候他们就说 我这个小孩带天命啊 不好养啊 容易夭折啊 就一直这样跟他讲 然后就用盖林的方式来帮他躲 然后把他关在小房间 一天一夜 然后不能吃不能喝 然后之后还要把门口贴满符这样 然后就到那个 那天过后他才能离开那个房间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哦原来哦 所以 其实 这个课题是原本你就知道了 就会有一个没办法 没办法在行为上面 去面对课题的这个状况 你知道的 等于是要再把这个原本的天命 再重新迎接回来而已 这样子啦 结果他的天命内容就是 就讲真的就是跟 跟那个 那个我们理解的议题一样 他只是生命的课题 他是需要用 领天命的方式 去修自己 他真的是修自己 就要去修自己的领悟 要去修自己的 这个行动力 他要去修自己 可不可以看破 这个事情的轮回 要看破这个 可能灵魂在累世 用业力的方式 把他挡着 要他去学习的一个课题 这其实也跟所谓 就像我们就是修道人 他可能花了十年二十年 为了修一题的概念 是一样的 最后来他就 他就问了内容 就是说 其实跟他想的差不多 他需要修自己这些课题 把那些题真的学会 而不是只能认知 他要拥有那个热情 或拥有这个行动力去行动 然后所以 他那个时候最后也是 也是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什么时候 那你什么时候要来接 然后神明就说 最快的日子 礼拜天就可以了 礼拜天 我们也是想说 天哪 这个会不会太逼人 人家来上个乡 就叫人家来接天命 我们还说那天 那最近那阵是天命day 你知道吗 结果 他真的就 礼拜天就来了 然后就开始来 就开始问天命内容 启示的试词 然后三跪九扣 然后引请天命 拿回一个纸 然后那个纸里面 还有一把宝剑 然后那个宝剑 会吸进那个纸里面 变成文字 然后将这个纸给领回去了 那目前他就是说 他觉得他在整个课题上面 其实他大概能比以前 更快的跳脱 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是怎么造成的 但是在执行力上面 他认为还需要一点时间 去酝酿 才能完整他整个一个 用天命的方式 去引领课题 或看破课题的方式 他还在进程中 但是这也是让我看到 原来天命不是大家 所讲的那几种 有很多种 像您就刚刚讲的 就刚刚这些例子 灵魂使命的 人生热情的 志向理想的 或者真的 有可能会是 要去开宫庙的 像老师这样子 那所以呢 其实我希望 藉由这样子的内容 大家可以知道 天命不可怕 其实可怕的是 没有去了解 所以今天的 讲座的核心重点 我希望大家认识一件事 去认识 以及真正的理解 才能真正的放下 对未知的恐惧 希望这样的讲座 让你们可以了解 天命 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可怕 它有很多可能性 它有很多造成的原因 它也有可能 是为了好好的成就你 让你找回灵魂的热情 或灵魂的使命 才用天命的方式 来到你的身边 来到你的生命之中 所以如果呢 想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有更多甜蜜 也欢迎跟老师预约 我们来看看 你是不是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或是也了解一下 属于你 那是哪一些呢 当然啦 如果你做好准备去理解 属于这样一份 属于自己的那个一部分的话 我们再来好好认识它 那如果即便知道了 也觉得没有什么要 我不可能行动什么的 你跟我讲这些 我都不可能行动 或是我觉得我听了 也不会去行动 那真的就不一定 现在要问 你要等到你哪一天 你可以等生命到了那一天 跟你讲 你需要来问了 你再来问 那在这之前 你觉得自己不会想行动 也不会觉得想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之前 或是不会想做这些 什么灵魂模样啊 什么就这些 对我来讲 对我生命没有 没有特别的改变 或是意义之实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时候 或缘分还没到 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的讲座内容哦 跟大家分享 何谓天命 以及天命有哪一些分类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在晴云店 于8月29号下午1点到晚上的7点半 我们在台北市信义区 松山路的206号 我们有一个工艺占谱 和改运能量分析 与占谱的一个活动 现场只需要 就是300元的场地费 里面的占谱是不收费的哦 那如果有想了解这些事情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也有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或者是来现场体验更多的占谱 问一下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今天的讲座 最后我们要来分享一下 Q&A的时间 Q&A的时间 请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处 留下你们的答案 第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跟老师所说的一样 被各种宗教找上 各种宗教找上门的那一天 或者是那一整年 一直遇到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亲戚 不同的缘分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来加入我们宗教啊 你要不要来认识我们的这个教派啊 或者第二个 你有没有被算命或是占卜师 说过带天命呢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有一个Y 第三个 你觉得被带天命这件事情 你觉得很恐惧吗 好 大家把你们答案留在我们的留言处 那我待会在最后的讲座后面 我将带大家做一个解析 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顺便提醒一下 在下下周 我们的线上讲座的下下周是 林某老师的玛雅能量指引系列的 2021黄种子年 玛雅新年公月 这一次的讲座会在9月3号要到两周后哦 想参加玛雅立法的线上讲座的同学 请记得跟我们去研究所 再次报名下周的讲座